日記左偷橘子雄心本季第二場先發 首都在水手隊主場的登板 一局下隊友馬上用火力掩護小老弟 開路線封Manic Smith 面對紅襪火球男Nathan Elvaldi 一顆96麥的內角速球 打棒一揮小白球飛向了右外野 一去不回頭啊 Smith敲出首局手打席 群內打也是本季個人的底紅 同一半局水手隊的煙火秀還沒有結束 一出局之後輪到了Domingo Santana 變化球突到紅中 這一出手 小白球直接劃過踢Mobile Pucks的上空 最後加入在左外野的牛棚 隨手打線開局卻用兩發洋全炮 單局攻下了兩分 不過局池來到二局上也遭到對方的狙擊 無人出局紅蛙第四槓人的Gogas 面對紅中九十一埋訴求 完全不跟你客氣 打棒一揮小白球又飛進了左外野的牛棚區 今天紅蛙牛棚真的是炮擊熱點 常常響起防空警報 Vogas本季手轟也出爐 局池雄心這場比賽主投了六局 被打出四隻安打 其中爆刮兩發的紅布讓 送出了五張老K失掉兩分 優質先發的內容 退場的時候還是勝投候選人 比賽打完前六局 隨手隊戰時以6比3領先 不過牛棚投手提油救火 八局上紅蛙地球棒補手 Custion Vegas 補上了左外野的羊唇炮 把比數縮小到兩分的差距 來到九局上紅蛙打線 繼續上演煙火獸 一出局一二壘有跑者 這個時候教練團神之調度 換上代打Mitch Mullen Mullen面對九十五埋 紅中偏高的訴求 強力拉打帶向了右外野 阿丁三米哥 紅蛙敲出了逆轉的三分炮 讓局勢雄心滲透飛掉 紅蛙單場敲出了四發紅布讓 最後就以7比6逆轉擊半的隨手 拿下新賽季的底仗